洛杉矶县退伍军人事务部与南加州桥社 联合举办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表扬大会 一共有110位中美两国老兵和眷属获颁纪念奖章 场面隆重感人 而获奖的二战老英雄大多数都已经超过90岁 最年长的是101岁的陈光斗 走过了70年 他们对于当年抗战的往事依旧是记忆犹新 联邦众议员赵美馨为现场中华民国抗日老英雄 一一的挂上二战纪念章 101岁高龄空军退役中将 陈光斗谈到1938年 开飞机到日本空投宣传单的应有事迹 还是非常的激动 没有投炸弹 投的船单 劝他的人民唤醒他的军阀 不要讨厌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对他是好的 还有96岁陆军情报官陈振海回忆70年前 在重庆听到日本投降的好消息 好像恍日昨日 他表示饮水思源不能忘记美国的帮忙 真的是感谢美国对我们中华民国的帮助 我们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地支持我们在台湾的一切活动 赵美馨的父亲参与美军琉球群岛战役 他以二战退伍军人眷属身份表示 中国军民的奋战和牺牲换来最后的胜利和和平 现场94岁美国老兵就当年是飞虎队地勤维修人员 为中美联合作战留下见证 感谢二战中美老兵的贡献 联邦众议员罗伊斯和赵美馨 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二战结束70周年反省与道歉的谈话 尤其在慰安妇问题上知智不提 表达强烈的不满 走过70年出席活动的老兵 年龄超过90岁的比比皆是 当年他们出生入死保家为国 现在不再年轻 他们的精神将永远的被流传下去 东西新闻吴中国 孟子文李中尧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